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抱着一个所谓的美国梦 有的时候看到美国发展到今天 确实是有的时候感到很奇怪 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一个强国 世界第一号的强国 实际上有很多东西现在已经名不符实了 确实需要很好去反思 另外在我们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想到两岸关系 本来民进党在今年1月份赢得台湾的大选以后 再次执政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当然这个疫情冲淡了 不过台湾在这次疫情当中 也还是很活跃吧 一个就是说也想借助这样一个疫情 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等 有一些动作 那么因为5月份按照台湾的惯例 所以蔡英文要正式宣示 因为两岸关系一直在中美关系之下 但是我们在谈中美关系的时候 就是说怎么来看两岸的关系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当然了台湾的动作比较多 当然了这是为了自身利益来考虑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两岸之间 这个原来呢 这个形成那种在这个X法这样一个框架之下 形成的两岸经贸的这个交流啊 积极互动啊等等呢 这种气氛都没有了 另外呢 在这个大陆方面一些网友呢 也这个最近也发出一些好像武力攻台 这样一些这个舆论 这个张教授因为这个5月份呢 这个蔡英文宣示正式就职呢 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 怎么看这个未来的两岸关系 我首先就回答你关于520 你对蔡英文的外界对蔡英文的希望 我个人倒是不保持太大的希望 我觉得现在客观的环境 跟蔡英文自己的这种背景 跟民进党的背景 我很怀疑这个在520里头 他能够提出一套东西使得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政府会觉得放心 那么所以我第一点我对520的话 并不抱到太大的一个期待 那么对于两岸的关系 也是我也分这个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现实的层次 就从这个力量跟感情因素的方面看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要从一个更高的这种 这种指导原则 这种灵魂深处的一个 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共同的来看 所以从短期来看的话 我认为说 今后几年 两岸的和平前景会面临的严重挑战 因为台湾今天的问题 美国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几十年来 是从那个蒋 蒋介石把政权转移到台湾以后 几十年来 美国军方的这个情治机构 在两岸在这个台湾的运作 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必须要了解在中间 台湾的问题 有美国因为地缘政治原因 或总统原因的 长期的一个限制 那么这是我们留在 比较深层次来讲 我现在讲说 就从力量来讲 第一点 长期以来啊 大陆就是到一直 过去三十年来 过去三十年来 一直在强调的是 渴望的就是 自立的是就和平统一 这和平统一的话 他有 那个为什么这么想呢 往大陆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三十年前 到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国大陆方面 国家的整体力量 是不够强大 受限制 三十年前 台湾的这个 GDP的产出 当然我并不认为 GDP是反映国力的一个 非常正确的一个因素 可是就拿GDP来代表的话 那时候台湾的GDP 几乎占了中国的百分 可以占中国百分之四十几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概中国大陆的话 受本身自己 整体力量的限制 再加上对于发展前景的 这个对于原来的中国的理想 是已经充满了质疑 所以呢 这是原因 第二点的话 为了要改善这个国家的环境 他必须要渴望一个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同时在这个环境的发展的过程间 也当有一段时间也不排除 那个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 那么和平 第三点就是所谓 一直寄希望于国民党的第一代 到台湾的领导人 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深厚的阳岸 血浓于水的民主感情 所以呢 一直在几十年来一直自律合并同意 但是呢 2020的选举 已经充分的展示了 这三个稳定的因素 都面临了严重的挑战 首先 力量 今天整体中国的实力 不管从各种角度看 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权 但是中间的差距还是很大 那么 国家力量对台湾在台海方面的话 你就根据美国军方的电脑兵器的推演 他很明确的得到结论 在台湾区域的任何局部战争 美军呢不能战胜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是中国的崛起 另外一个原因 美国军方的 不管陆海空三军 他的 在从事战争的武器系统方面 相当的程度 依赖了中国的产品 那么所以呢 美国 这个事情不能很快的改变 所以呢 力量上面 已经是 这个 所以美国一定 理智的美国的领导人 特别是军方的实力派 一定都要避免在台湾海峡 跟中国发生冲突 所以呢力量的各比 在台湾海峡 已经不是过去的 完全的 一个那种情形 第二点 中国 要想追求和平环境 到现在为止 还是希望追求和平环境 不管他的整个大措施 开放 或者 一带一路 整个政策 都是建立在 和平环境的追求上面 但是中国的历史呢 中国大陆 中共的历史 还有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也充分的 说明了 委屈退让 不一定能够带来和平 而且呢 你自己能够占 才能够和 南海博弈 南海博弈 从这个 苏东坡以后 南海博弈加剧 那么过去的几年 从2015年以来 南海局院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再一次的显示出来说 这个在保卫关键问题上面 你必须要有实力 有决心 才能保护南海的利益 那今天南海上的情况 已经跟三年 五年前完全变 改变了 今天的中国 在南海的实际掌控的能力 已经是不可逆 那么除非要爆发一个那个全大大规模的核子战 这是完全是不可逆 那么 而今后这个几年 这个 而且还在看 你如果看地缘政治的 你要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甲午战争 日本那时候一定要拿台湾 为什么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一定要南下到这个 这个东南亚控制了东南半岛 后来印度尼西亚上次威胁到澳洲 他的目的是 因为生产 这个整个的这个日本帝国的 是依靠外贸 你不能够掌控这个海上的安全的话 你就不可能成为独立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日本一定跟南韩必须要 是美国的这个盟友的原因 因为美国控制了这个海上的安全 那么台湾是在这个第一岛链不可 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国的海军要进入西太平洋 如果台湾没有拿下来的话 这个就等于在中国古代中原的政权 失去了烟云十六州 就永远受到威胁 所以在这方面中国不可能 地缘政治角度上 跟中国不能容忍台独 那么2019年 2002年选举以后 那个现在事实就是说 台湾的民众 因为在民进党的主导之下 现在台湾的民众 基本上根本就已经很明确的表示 不但不承认大多数很多人 不但不承认是中国人 而且可以以中国为敌 就以这次世卫组织的谭德赛事件 再以这第二点就是 台湾是今天世界 除了今天世界没有国家 美国也不再讲了 还在坚持用武汉病毒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对于两岸的这个 将来的经过的体验 支持一个非常悲观的态度 虽然我们都希望和平 好 谢谢张教授 为我们做的精彩分析 从国际的变局 中美关系 以及两岸关系 当然了我们 这个还是希望 这个两岸能够和平 中美之间能够和平相处 好 谢谢张教授 谢谢观众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